11月22号下午3点左右 沈阳市于红区沙岭丽锦城小区附近 一名少年和一名老人 落入尚未冰冻的景观湖 不幸溺亡 事发湖泊距离居民区很近 湖泊边缘生长着许多野草 草丛里分布着水坑 水面结了一层薄冰 据附近的居民介绍 溺亡少年10岁左右 事发时少年与伙伴在湖边冰上玩耍 冰面破裂 少年坠入水中 在他呼救的期间 有一名老人出手相助 但是老人不幸也落入水中 之后消防和急救人员赶到现场 两人被打捞上来之后 立即送往医院 不敬的是他们都没有生还 在这里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 冬季气温降低 有不少的水面都结了一层冰 常常有人在冰面上玩耍逗留 但是由于气温波动 在薄冰层上行走 极有可能发生冰面破裂 掉落水中的情况 甚至是危及生命安全 这起事故真的是令人痛心 但是也再次警示我们 安全意识不能放松